国债投资意味着老百姓未来的税收啊 那你拿着这个老百姓未来的税收去投资 你怎么可能是给这个一般的私人企业呢 当然私人企业得到了巨大的搭便车机会 就当你把基本件事水电路气宽带 全部都修通的时候 那当然就给了房地产 房地产当然是私人资本为主 包括私人资本和跨国资本联合 那这些私人资本就得到了一个搭便车的巨大的机会 因为他不用开支30%去搞基本件事了 水电路气都把他搞通了 所以他就等于得到了一个获取暴利的这么一个机会收益啊 那当然就导致大量的只要能沾点边的 或者甚至不沾边的也转型去搞房地产 一时之间成千上万 千军万马挤进房地产行业 当然就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暴涨 当然就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暴跌 就意味着客观规律他会导致他出现危机吗 大家好我是温铁军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哈德森这本书 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现实意义 对现在呢全球大变局他有一定的解释力 对于所谓的话语建构也有一定的基础性的价值 我们再看他的国际意义 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我们在强调全球南方 这本书作为我们推出的全球南方思想松书的第一本 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已经出版的十几本国内的著作呢 有一定的配合的价值 为什么呢 我们往前说其实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人们说的入市啊就加入WTO的那一年2001年 我们当时呢开过一个会 在那个会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当美国为主导的金融资本来引领全球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识到全球金融资本危机将会使得全球化呢 具有一种内生性的排斥性 这种排斥性一旦被金融资本主导带着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内涵 它就会具有内生性的法西斯性 有法西斯化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小短文吧 叫做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 二十多年前就强调了金融资本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 因为它的获利呢 不是靠着从如何开采原材料 然后如何运输原材料 然后如何把原材料转变成冶炼 然后如何把它再变成产品 然后如何用这个原材料的这个生产 最终推出最终产品的生产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这是实体经济 这是工业化产业资本的运作 那一旦金融资本成为主导力量 它只需印刷货币印刷国债 然后只要这个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国家 用它的货币来做结算 并且把它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 那它就足以吸收全球产业过程中 所形成的利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具有可以不用经过实体经济的过程 就获利的这样一种特征 也就是说它的所谓虚拟化获利 会使它的这个特征呢 再反过来推进虚拟化扩张 那越是这样 它就会越远离实体经济 而不顾实体经济到底自身在做什么样的运作 所以呢 大量的这些在资本市场上做投资的这些投资商 它们会更多的去创造各类的有利于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 来推动资本市场不断虚拟化的扩张起来 所以我们看从80年代开始 资本市场的这个扩张速度 就是数百倍的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那它所创造的虚拟财富 也是数百倍的大于这个实体经济的财富量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要维持这样一个虚拟化扩张起来的庞然大物 那当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配合的配套的体系 比如说文化 比如说法律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咨询业务 各种各样的会计啊 什么审计啊等等 大量的这些配合性的业态 也就是说所谓服务业 就不再是实体经济领域中成为主要获利 因为它太慢 经济所谓的增长就越来越多表现在这些 所谓配合的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 而形成这些所谓服务业的经济增长上 于是乎呢 美国作为金融资本带动服务业成长的国家 它的GDP就越来越虚化 更多的来自于这些所谓的服务业 那就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的实体经济 它的所占份额不断下降 实体经济的获利能力不断下降 实体经济就不断被金融资本 以及金融资本所带动的各类所谓的服务业所排斥 那实体经济下降当然就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那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失业 而失业人群又找不到自己造成失业的原因 因为金融资本能吸纳的就业很少 再加上什么法律业啊 什么咨询业啊 什么会计业啊 等等这些能够吸纳就业的人很少 大家注意哈 在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在整个大纽约地区聚集了一两千万人口 接近两千万人口吧 纽约和周边 大纽约地区 但是能够在华尔街在那个被炸掉的那个双子座去就业的那些人呢 只不过就是所谓三十万左右 占比很低 那大量的人群呢 其实是被这个美国这种虚拟资本啊 金融化扩张所造成的这样一个趋势所排斥掉的 它本来是个客观规律 但这个客观规律的同时出现另外一个现象 为什么说这个世界分成全球北方全球南方了呢 就是因为当他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时候 他主要获利靠金融资本及其带动的服务业的时候 他的实体经济就大量的移向后发国家 特别是后发国家中有一定的能力 能够有效的提升自己的基础产业 形成基本建设条件比较好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像中国 所以你们看这个为什么像这些先发国家把实体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实体产业 主要移到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 而基本建设条件又相对比较好 教育等等 这些投资是稳定的 比如中国要求自己的教育投资达到4% 后来超过4%了 这个属于世界上相对比较稳定的水平 因此他的劳工素质就比较高的 就是他劳动力素质高 那基本建设呢 中国又从90年代后期开始 大规模加强基本建设 三宗两横的高速公路 机场码头 各种各样的基本建设 基本上是比较完善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大量的吸纳了西方的这个产业转移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吸纳的西方产业转移意味着 他的实体产业基本上跨国公司为主在控制着 所以我们尽管应该说 世界上大类产业 中类产业 系类产业 在中国都已经完成了布局 但这个布局并不是我们自己 国内的制造业完成的 而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转移产业 他的实体经济被排斥了 那实体经济就寻找到要素价格低谷 寻找到这些所谓的制度相对比较完备的国家 这样就导致中国变成了世界上实体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 由于他自己本国人口相对来讲是世界最大人口 但是资源能源各种各样的基本的原材料又严重不足 于是我就导致像中国这样的大型实体经济国家一定是大进大出的 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 大量的向海外出口 但这个大进大出呢也是跨国公司控制 所以并不是所谓中国如何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而是当他完成了这样一个大量接受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 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实体经济的时候 他也就获得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那当然这个世界就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那当然中国也就大量的吃尽了通过结算所形成的就贸易结算形成贸易英语 大量吃尽了贸易英语 贸易英语就直接转化成了外汇储备 所以在2001年早期就是20多年前 当我们分析到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客观规律的时候 中国正好进入到了一个积极融入全球化 迎来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产业转移 形成了一个大进大出获得大量贸易英语 变成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国 正好是这样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的人们都欢呼着中国加入全球化 带来了高增长等等 也拿这段高增长来比后来当全球化出现严重的问题 处于解体状态的时候 那中国经济当然会下滑 再加上美国实体产业转移出来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 美国自己面对着严重的失业和社会两极分化 那他同样是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的手段吗 从奥巴马时代开始 2008年奥巴马一就职就开始宣布 We can make change 我们一定能够改变 改变把过去那种过度偏向虚拟资本扩张的这种发展方式转向 多多少少还应该以实体经济支撑 但他没转过来 然后接着换了共和党的特朗普 就直接政府干预啊 要求实体产业 美国的这些跨国公司要回归美国 我给你补贴 给你各种优惠政策 同时吸引世界各国的产业资本向美国转移 他不满足于能够吸纳世界各国的虚拟资本回流美国 他现在要求实体产业回归美国 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大变局 就变成了一个互相之间进入恶性竞争的阶段 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规则可讲了 就是直接打贸易战 打科技战 打金融战 打一系列的由大资本配合政府主导 直接干预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这个做法呢 其实就意味着当他解释不了的时候 他就只能把早年老冷战的意识形态 那个武器库重新启封 然后把那个当年早就被认为是非常荒唐的意识形态工具 武器搬出来 用于软实力战争 来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毫无道理 即使是毫无道理 几乎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清楚 这个基本上 说不通 那中国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啊 什么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了 然后国企单独做大等等等等 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搞基本建设 你当然要使用大型国企 因为你是国债投资了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啊 国债投资意味着老百姓未来的税收啊 那你拿着这个老百姓未来的税收去投资 你怎么可能是给这个一般的私人企业呢 当然私人企业得到了巨大的搭便车机会 就当你把基本建设水电路器宽带 全部都修通的时候 那当然就给了房地产 房地产当然是私人资本为主 包括私人资本和跨国资本联合 那这些私人资本就得到了一个搭便车的巨大的机会 因为他不用开支30%去搞基本建设了 水电路器都帮他搞通了 所以他就等于得到了一个获取暴利的这么一个机会收益啊 那当然就导致大量的只要能沾点边的 或者甚至不沾边的也转型去搞房地产 所以一时之间成千上万 就千军万马挤进房地产行业 当然就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暴涨 当然就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暴跌 就意味着客观规律 他会导致他出现危机嘛 所以这些我说国内国际的这些 互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来是可以理顺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国际大背景和中国国内的经济演化过程 做一个梳理 就应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我们对这个解读 解读成了一个 跟着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老武器库里边 发掘出来那些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法 来解释是因为你的体制问题啊 因为你没有跟进去完成这个西方意义的什么民主啊 等等等等 你要解释成这样 请问对你身处其中的现在的这些混乱局面 这些经济困境有意义吗 当然我们自己国内我们现在所能够给出的这些解读 尽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但是远远不够 我们出了十几本书了 我们试图把我们现在所身处其中的一个困境 跟大家描述清楚 同时也把我们下一步 就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跟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跟着它的发展阶段 一步一趋的在人家后面爬 我们得调整 于是乎呢 早在这个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到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 我们开始把过去 我们过度推动了 按照跨国公司的这个产业转移 所形成这样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在它本身这种模式遭遇的严重危机 甚至已经形成了和全球化互动 变成全球化解体的 这样一个全球大变局的这个趋势之下 我们如何调整自我 转向生态化的发展战略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十四亿人口共同富裕 我们才有可能规避跟西方资本主义 这个法西斯化越来越严重 排斥性越来越严重 它必然发动战争的这样一个客观规律 我们才能适当的从那个规律中跳出来 走向和平发展 我们更多的依靠的是我们这个千差万别的非常复杂的生态资源条件 来形成我们生态化发展 生态化发展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方式 进一步把我们的资本市场跟生态资本深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才是我们的出路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 应该说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平发展 这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应该大家更多讨论的内容 我们才真正意义具有国际性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 我们完成了十几本国内的这个著作 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同时我们开始同时注重国际比较 先出的是我们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接着我们就启动了这个 所谓全球南方思想丛书 我们把麦克尔哈德森这本文明的抉择 解释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霸权是如何形成 他如何从实体经济进入到金融经济 然后如何以极少数人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来反噬实体产业资本 这套解释和我们以前20年前开始形成的这套解释 应该说是趋于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说中国的就是国际的 那国际的也是中国的 因为我们从20多年前 2001年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化以来 我们的这个客观演变过程跟国际的 国际上的这个全球化的演变过程呢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做比较分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现在出这个全球南方思想丛书 把哈德森这本书作为第一本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同时对照着来读我们已经出过的 就是国内的课题组 组织七个分课题组分布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把它叫做新型国家 来共同完成了全球化与国家竞争的这本书呢 对照起来一起看 我们就可能形成更为全景式的 对我们今天所遭遇到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全球化解体危机大变局 有了更深刻的更为全面的解释意义 我们也就不至于跟着西方所谓冷战的战争工具 所提出的这套意识形态化的解读 我们还得强调一下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强调过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形成的这个信息 就能够被大家传播的 92%以上是用英文形成的 那其他的那个7%不到8% 很多都是法文的西班牙文的 意大利文的德文的等等 也是西方主流的这些文字体系 那像这个东方的已经形成相对比较大的经济实力的 中文日文韩文所能够占的比重呢 大概连2%都不到 那因此呢 我们今天所能够接受的信息 基本上是以英格鲁萨克逊的语言文字体系 为主导所形成的世界的资讯系统 那他客观上就构成了一个 我们几乎摸不到边的信息减防 很大 那我们基本上接受的是他们的信息 或者他们的信息翻译过来的文字所形成的信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能够出一点另类的 不同于这样一个主流的信息体系 而做出的解释 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也就容易和人们日常身处其中这个 98%的这样一个西语体系所形成的 对这个世界的文字解读 肯定会有相当都不一致的地方 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沉浸在这样一个解读之中 那形成某些不理解啊 甚至某些反感呢 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我们愿意更多的理解啊 人们在原有的那个覆盖性的信息体系中 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我们愿意理解 但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愿意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更具有国际性 更具有历史性的另类的解读 那如果说我们国内的 就是大家习惯了去听 昂萨体系的话语解读 大家对我们以前出的东西呢 认为比较粗糙 那你可以看看这个 我们引入的南方思想中书的第一本 文明的抉择 去看看美国的学者 如何分析这个世界 如何分析美国 这样呢我们可能得到的信息呢 就相对来讲会适当的有所补充吧 我们根本谈不上完整啊 更谈不上是颠覆 我们只是说呢 就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至少应该多一些参考材料 这是我们的对大家的善念 希望理解 理解万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